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是玉Q奶茶 还有就是玉香奶茶 因为就是玉Q的话 本身它有那个Q的弹性 我们店里的一个特色的话 可能还是往芋头方面的 我本身很爱吃甜点 所以基本上甜点的话 应该好吃的都会去试一遍 我们店的嫩仙草的特色的话 其实它就是比较香花 然后会有弹性 和自己的仙草的话 会有玉Q然后芋泥 还有就是白香魔豆 因为我喜欢它里面 就是有点爆竹的感觉 有一次有一个顾客的话 给我送了一个小礼物 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 我就想问她说 你是不是给错人了 后来她就讲说 可能有一次我做了某一件事情 那她觉得说特别的温馨 特别的感动 然后她就想来给一个小礼物吧 应该最深刻的印象是 因为我口音可能就变得比较 就是台湾或者就比较中国嘛 所以的话其实每一次 可能帮客户点餐什么的话 他们就会问我说 你到底是不是本地人吧 我应该假设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 只是可能出国比较主了 所以多次还是有受到一点印象 你的送客奶茶好吗 请慢用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上